张景顺32岁 辽宁人硕士大连理工大学 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 现场的各位朋友 在座的各位报社 大家下午好 我叫张景顺 2009年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 以一名应届生的身份 进入国家业医家知名的通讯公司工作 一直至今已经五年零两个月 在这五年期间 我做过速通测试工程师 承转网搜田产品经理 中和方案经理 今天请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寻求一份项目管理方面的岗位 谢谢 你好 谢谢老师 来 说说你的提前理由 徐瑞 对 其实景顺让打动我的只有一点 它曾经是一个体重 超过180斤的胖子 现在他的体重是140斤 我觉得能够控制自己体重的人 一定是有毅力的人 这是我推荐他的理由 减肥是为了什么 是像徐瑞所说的 表现自己的克制力 又或者是别的原因 比如说失恋 追女朋友 什么原因 其实我觉得各位有点想多了 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地控制体重 我180斤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 大学毕业之后 到工作的那年是160左右 经过这几年工作 从海外回来 现在是140 其实中间时间很多 也没有刻意去减肥 牛顿 咱们不能这么聊 我还问你呢 我说那这个体重保持 到底有什么样的心得 那你还跟我说 这要迈开腿 管住嘴 对 长期控制 谁是来帮你 你心里应该要清楚 谢谢 你到底是怎么样控制好体重的 重新说 人家就是没有 非要逼 真的没有 没有 人家就没有 那这个 那这个 那这个介绍上面有问题 那我们对这个推荐人 就要提出质疑来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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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你开始 没把这个抖子看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人家说了没计划 就不要去逼别人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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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 不逼你啊 我们接着往下说 好的 你现在是在中兴公司 为什么现在选择离开中兴 来到这找工作 从原因来说呢 两方面 第一个是家庭原因 就是父母啊 其实这方面 曾家的压力还是有 其实我的父母 其实我们之间 沟通得非常好 一直他们都非常支持我 包括当时我去海外 他们也都非常支持 但是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啊 在过年的时候啊 其实我去年四月份 回国休假嘛 我跟他们买了不少瓷子 买不少普遍 你真的急死我了 但是他今天 来 那个 为什么来菲尼墨树找工作 两个原因 第一 爹妈想儿子了 想长期尽孝 对吧 第二 想多挣点钱 赶紧娶个媳妇生孩子 是不是 四 哎 他感觉好像你爹 哎呀就是 你太面了 谢谢 你今天来应聘的职位是什么 我应聘的职位是项目管理方面的职位 项目管理方面 产品经理 对 你是在中兴工作 基本上这是个通信行业 对 是做硬件的 这跟互联网其实差距非常大 是 然后你的原来是做方案经理 对 我理解他其实是授钱 对 对吧 做授钱经理 其实呢距离项目管理 也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所以你的领域也不太相关 然后你的工作的 原来的这个经验 也不是特别相关 所以你去互联网公司 应聘这个项目经理 是有点问题的 我就说两点 间断 第一 我这个人性格喜欢挑战 穆颜老师 穆总说 怎么怎么不疲惫 怎么怎么不疲惫 而这可能恰恰可能是我来这舞台的原因 我就喜欢挑战 你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但老板不敢去挑战 你挑战应该 他可以挑战 你可以不要嘛 OK 还有第二点 对 你可以不要嘛 我觉得我今天所求的岗位 我具备 我即便不被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我觉得我具备这方面的素质 我非常自信 所以你义无反顾 对 好吧 这样一个男生 腼腆 这个 从某些方面来说比较倔强 这样一个男生 张景顺 第一轮选择 去或是留 开始 你好像 你好像很兴奋 你没想到有12盏灯都留着是吗 是啊 其实我感觉 能说的和我写的差了好多 我很担心啊 所以接下来你要更努力 没有关系 放心来吧 好 接下来进入第二个环节 天生我有待 有什么要讲述的 这是我一个自我介绍的一个PT 那么我有五年的通讯经验 住了三个岗位 虽然每段都不是很长 但是每段我都过得非常充实 非常认真 那么《非你魔鼠》 其实我非常喜欢看综艺节目 《非你魔鼠》是我非常喜欢的 《非你魔鼠》当中的每位boss 其实在我心中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虽然我们没有见面 但是我感觉我们辞联交已久 景顺 我不得不打断你了 你是做方案工程师 对 一定会做PPT 对 OK 那这个PPT是我见过的最差的PPT 是的 这个PPT 拿那个思维导图做出来的 我们现场根本看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是做技术的 你应该学学乔布斯 看看他的PPT是怎么做 莫言总说的对 我觉得因为当天节目主的要求 他们要求黑点白字的 相当于我就做了很多更改 而且这个PPT最当初 你黑点白字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一页有五条 对吧 然后让它更加清晰一些 还有就是张景顺 你要知道在现场呢 你这个文字它一定比不了图片 如果把每个boss的那个图片放上去 具体化的评价不更好吗 对 像刚才莫总和刘总所说的这个建议 你其实是想得到的 为什么不做 因为这就是时间真的太紧了 这不是时间的 这是借口 因为我特别担心什么呢 这PPT就像你的性格一样 是吧 伏里糊涂 啰里啰嗦 是的 你这样的性格怎么能做好项目经理呢 这样就回答两个问题 去这个IT企业里你做什么 到传统企业里做什么 就这两个问题 如果去互联网企业的话 我希望我回来有了解项目经理和产品经理 两个岗位的职责 我觉得这两个 一个就在产品本身 一个在项目的进度跟踪方面 我觉得这两方面我可以做 如果我去传统企业的话 作为人员调动 沟通 这方面我觉得我也有一定的素质 不是 景顺是这样 其实因为你是做通讯 做通讯行业 它跟互联网行业 还是有距离的 其实如果你想转来 你必须得接受说 你从产品专员 最初级的开始做 但那样工资就比较低 也就意味着 你可能三五年之后才能娶媳妇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景顺啊 正好借这个问一下 因为你写的 你的期望的年薪是这个20万 但是你刚才展现的能力 说实在的是不能够支持 你的年薪的期望值的 那这个刚才沐妍也讲了 你要做产品经理的话 你需要从头开始 所以的话告诉我们 你觉得你要想转行 你能够接受的 最低的薪资是多少 这薪资是14以上 因为14是吧 对 好吧 第二轮选择 请开始 接下来对于三家企业的职位 你好好听着 好吧 请顺 优漫集团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我们ERP的项目经理 陈浩 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投 跟线上有关系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线上教育 我们需要对接人 所以其实你的专业底子 我们还是需要的 刘春华 那么这个岗位呢 就是我们咨询方案的产品经理 助理这么一个岗位 和你原来那个行业不大一样 先说明白 接下来 剩下的三家企业 去灭了 灭掉一盏灯 回来 好 没错 我就是有了解 但是这岗位 就是对我有点高 搜紧太高 好 接下来进入第三环节 谈前不上感觉 好了吗 请接手 来 陈浩来解释一下 其实我给的很 给下你的心丛 我给的很低 因为我们其实是面试过这些 我们之所以外包 也是因为我们自己见他是比较困难的 陈浩 我请教一下 就他今天的表现来看哪一点打动你 让你觉得他值一万加 我们现在面的都是三四十万的 我还真没面过一二十万的 所以如果你试用期表现得好 三个月也好 或者我给你三年六个月的试用期也好 我可以给到你两万以上 来 方亦 我来解释一下 就这个职位的话 开始的话是我们的ERP的一个项目管理经理 因为我们整体的话 电商后台系统 我们ERP要整体的升级 那你会负责整个这个项目 但是毕竟这个东西对你来讲 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你是需要重新学习的 跨行的话 穷三年 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所以的话 如果你真的下决心转行 你想往这方面发展的话 你一定要接受这个挑战的 可以吗 我可以 可以考虑了 可以 来 15 秒钟